你敢相信人类每年发送74万一封电邮吗 这就是说每天都有20一封电邮 每秒200万封 紧接着排第二位的是 36万一次WhatsApp 14万一次WeChat 7万一次的Tax 2000一次的Twitter 和1090一次的Zoom 但是第六个你绝对猜不到 2021年人类发送了1700万封电报 对你没听错 是1700万封电报 为了了解为什么这种这么古老的科技 现在还在使用 我们就要回到电报诞生年代 在那个年代 长距离通讯真的很麻烦 如果不用电报的话 就只能写信 那时候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 甚至在休息之前 连火车都没有 一封信可能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到达 如果越洋的话 时间更久 可能长长几个月 而且你还要写到几封一模一样的寄出去 因为在那个年代 信件丢失真的很普遍 这些烦恼就困扰着Samuel Moss 他有一次收到一封说他妻子病了的来信 他马上赶回家 但是发现妻子已经被埋了 他悲痛万分 然后立时要发生出一种快速长距离通讯系统 他发现了一种线程科技 就是英国国家铁路网用来传送铁路信号的Electrical Telegraph技术 在电线之间差不多即时传送信号 使你再也不用担心信件丢失的问题 因为全新的电波系统太方便太好了 所以从1840年代开始 各个国家都开始铺舍他们的电报网络 又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系统 去把那些电子的信号变成字 这就是摩斯密码来源 发展到1850年代时 电报业的规模已经达到光是美国 都铺了19000公里的电报线 同一时间 跨大西洋的电报线也被建成了 对你没听错 是电报线 不是什么光纤线网线 你就会想想当时电报业发展有多蓬勃 那条跨大西洋的电报线真的改变了世界 因为线上的表终于可以对在一起了 而这就创造了标准时间 也创造了股票市场 而世界的距离也被拉近了 人们不再只关心 本地的事件 估计大事也进入了大家的事业 和其他旧科技不同 电报在更正的几十年 仍然是唯一远距离通行的方法 使得它成为16世纪最重要的科技之一 到了21世纪 普通人可能认为 电报服务应该早就结束了吧 可是没有 就算到了今天 仍然有一大堆的国家有运行中的电报系统 一大堆的私人公司提供着它们的电报服务 例如美国仍然有IT管公司提供电报服务 可以花大约30欧罗去送一份跨国电报 通常第二个工作天就会送到 但是为什么你要在2022年去发一份电报呢 这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是一样有法律效力的 电报上的时间印 被视为和信件上的印一样有效 电报在法律上的效力 比电邮强很多 就更不用说那些什么通讯软件的短信了 这主要是因为电报公司会保存和保密你的记录